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真 所以这一期呢我想和大家一起聊聊我们罚吊的前身和来源 大概在1200年前后 在唐朝中期 由于唐朝的皇帝姓李 他就不准天下人抓李鱼 吃李鱼 杀李鱼 你钓到李鱼必须要放掉 如果你不放掉 快六十大板 这是上唐朝法律的 所以李鱼是不准你再钓了 也不准你再补牢了 这时候罚吊就出现 为什么是李鱼决定了罚吊的诞生呢 因为从唐代中期的时候 不准你钓 不准你补牢 那你在钓的这种 在钓鱼这个过程当中 它已经演变出来一种新的钓法 大家都知道 李鱼是钓 是在底层吃食的 那么他就研究出来了 在江里 在湖坡里 我们钓中上层区 这种做钓的方法 也是有一个 另外一个重要器具的诞生 诞生有关系 就是车盘轮 我们古时候的罚吊 用的轮子就是车盘轮 它源于我们的车马的轮子 这个车马的轮子 它想象了这种结构 然后把它固定到这个杆上面 那么我很短的杆子 用的放很长的线 就是在钓更大的鱼当中 我有回旋的余地 这样更容易钓过更大的鱼 所以车盘轮的出现 从唐代开始 推动了罚吊的出现 这个我们现在讲的罚吊 就是因为我们在船罚 或者罚牌上做吊 所以它叫罚吊 这更像于我们在海吊里边 船吊 那么我们是在船上吊 基吊是我们在暗基上面做吊 罚吊是在罚牌上做吊 这个车盘轮的诞生 对于罚吊这一项新兴的吊法当中 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而且其实它一直沿用到现在 我记得我小时候 到我们这家乡的这个河边上面 大桥上面 看我们那个那些前辈们 那些老人在做吊的时候 尤其是吊鲑鱼 都在那个大堤上面直直的往下吊 很远 很深的地方直直的往下 都用的全部是车盘轮 我还见过清朝的车盘轮 它分两节 后面是木头坝 前面是竹子当干烧 这个车盘轮呢 它的这个收线放线 跟我们现在罚吊用的 罚轮是一样的 只是结构上没有这个更精密 而且车盘轮是无泄力的 就像我们现在好多罚吊去 高手都喜欢用无泄力的轮子 是一样的 它能收控更加有体验感 这两种干烧 就是代表我们从古到今 都是渊源流长 也就是说我们这种吊法和吊句 都是流传有序的 为什么很多人会认为 我们这个罚吊会源于日本 这是因为他们忽略了 忽略了就是我们垂调的历史 而过重的看重于现代的技术 日本在这个罚吊杆上做的呢 从杆到轮上面呢 它在这些的社会上做的 确实能达到精工 但是它钓鱼的文化 远远没有我们博大精深 为什么日本会出现这种发酿呢 是因为日本在养殖业 尤其海水养殖业 它是走在我们国家前面的 在海水养殖的时候 养殖区域里边 在网香底下会有大量的黑雕存在 那么它不再传调了 它靠近网香边上 就用这个鸡杆改进成短杆 就贴在网香边上吊 而且它们吊的是纯粹的吊底 它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大陆上面 发调 有着本质的区别 至于在我们大陆这个发调 是怎么演变过来呢 大概是在2000年左右 我们浙江的千岛湖一代 好多吊友 他们就用小的海杆 或者是短的路亚杆 在网香边上面做吊 那时候千岛湖也有好多网香养殖 所以他们都用短杆 跟日本早期的海阀一样 在网香边上做吊 2000年左右 它们在做吊的时候 通常还会用串钩 一个钩刮虫 一个钩刮个耳料 一个钩刮个玉米 一起下去到底下去做吊 它也可以带浮漂吊 这个带浮漂 就是也类似海钓的 阿波的那种 这种酸法一样 这时候在做吊的时候 已经是我们现代网吊的出行了 在浙江另外一个区域 温州那一带 包括他们在井水潭做吊的时候 在2002年左右 就开始出现好多吊游 从日本 从台湾淘一些 这个日本的这种网吊杆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微千杆 它干燒非常灵敏 就不看浮漂 看干燒 就知道 鱼吃沟了没有 而这种就是我们现代网吊 刚开始流行起来的时候 出行就在浙江的千岛湖 千岛湖这一带 主要就是挂漂的定层吊 包括吊地 吊半身 而井水潭这一带 就流行的微千 全城收索 这些其实全城收索 是日本在吊海阀上 没有的 所以这种网吊 你要说来源于日本 那就是扯淡 真的是扯淡 你不能说你从日本讨几个竿子 讨几个轮子回来 我这就是日本的调法 其实我们一千两百年前就开始流行这种调法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间断 我更想说的是 日本这个民族它是非常善于学习的 它是从我们这学来的 它把它进一步 发挥了一下 那么我们现在也更要继承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东西 让别人知道法吊真正是源于中国 也必将在中国更加发扬广大 所以我也希望广大调友拿起法干 跟我们一起玩一玩 发酱